大塊肉骨燉到軟爛 撒薑絲炸菜蔥花 精華來了 湯頭是老闆娘用雞頭 菜頭老薑熬煮 湯頭鮮甜濃郁 老豆腐被鏟起來 老滷汁不死鹹 淋醬油膏蔥花 這一碗學生上班族都很愛 不怕辣的乾麵陽春麵 還能加本娘自炒的靈魂菜脯生辣椒醬 我是南部人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東西 比較有一點南部的味道 我每天都會來 我喜歡他們家的魚酥飯 還有燙青菜地瓜葉 小吃店開在台中北區 一中香圈靠近學區 隔肩肉 肉骨粉長湯 湯滿肉塊多 幾乎都35塊 很便宜 老闆娘堅持動漲 只為學生著想 價錢都很負擔 大家都負擔得起 二來口味都適中 成本方面是有稍微吃緊了一點 但是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這邊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高中生 國中生 那他們的零用錢是有限的 沒關係就是讓孩子吃得飽 炒麵也是同板架 但台中西區磨飯街這間 創新文青炒麵店 不是老闆放煎台炒 寬扁黃麵加韭菜紅蘿蔔絲 滾筒機器幫忙拌炒 盛盤後淋上肉燥麵條 熟度均勻Q又入味 我們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的炒麵是用機器下去炒 就會比較準確一點 搭配豬血湯才是架槓台中人的早餐 文青炒麵調味後靠著機器精準拌炒 省時又省力 韜客看到也覺得驚奇 但在某些老饕眼裡古早味 咖啡咖啡 東森新文青炒麵天靜 在台中參謀